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马自达的一个代表车型 其实整个车的品质品控 包括说这种车辆的排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为马自达的其他的一些车型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碑的铺垫 所以说马六在二手市场里边一直是一个畅销车型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马六虽然说是一个经典车型 但是它有两个阶段 13年之后的那批车关奖三万块钱 那大家想一想三万块钱去哪了 对吧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从配置 从用料 从做工 整体都是不一样的 那有人说了模型钱挣回来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三万块钱在一辆车上相差 那可是天差地别的 所以说想买一辆马六作为代步的 大家不要怕它老 买个一三年以前的 没有降价的那批 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给大家建议 然后咱们再聊聊2.3 虽然2.3的发动机看似只比2.0的多了十几匹马力 但是它的来源 它的品质 跟2.0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2.3的马六一直在市场里边还是比较抢手的 之前一个网友跟我聊天 车大飞 我想买一辆马自达的轿跑 07 08的 我说那这个车不便宜 因为之前我帮一个网友淘汰过一台 他说他们当地一个车商06年的一台轿跑 还要3.3 低了一分钱都不卖 大家想一想 多么可怕的一个保值率 06年的 14年的车 所以说马自达6的品质 马自达6的质量 它的产品力 它的整个在市场里边的保值率 还是非常非常受认可的 所以说马自达6是我们一直推荐的一款车型 有日系车的皮实耐造 有操控 那神车是不是一点盲目都没有 我告诉大家不是 马6的转向系统 其实一直是它的一个算是通病 会有这种向左向右打方向 这种轻重程度不一样的这种现象 这是马自达的一个通病 我们在很多车型上都遇到过 这种异想 不影响你驾驶 但是你打转向 再往前走或往后走的时候 会有这种异想 人无完人 车无完车 所以说我们在挑车选车的时候 要注意这点 好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马6 想了解更多的称臣下 了解更多的奇知识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